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俗话说得好,一天一个果,一生远离我 离味肝酸、性贫、龟精、肺精 冬天多吃离很好的,化痰脂壳、润肠通便 离子是具有寒性的兴趣,并含非常丰富的果糖、维生素、苹果酸等成分的 从一些角度来说呢,气疗效非常的有利于消化、清新、瑞肺 有着非常好的保健食疗作用 今天用理给大家分享一道食疗小偏方 学会这样吃,肺功能一天比一天强 而且还可以治疗肺热、咳嗽、哮喘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把金桔,不需要太多,七八颗左右就可以了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金桔淘洗干净 金桔生食有礼器 补中、解育、消食、散寒、化痰、醒酒等作用 可用于治疗胸闷、郁结、嘴旧口渴、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咳嗽哮喘等等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金桔中富含非常丰富的糖和维生素C 还含有挥发油、金桔等活性物质 金桔皮很薄、可连皮一起吃 一壳酒清、做蜜饯等等 冬季吃金桔可以强化鼻烟黏膜 预防感冒 金桔禁酒服,可预防治气管炎 老年人吃金桔还能治胸闷痰疾 时代未呆 并能增强毛细血管弹性 防治脑血管疾病 胆囊炎、肝炎、胃病、气管炎、高血压、血管硬化的患者 常识金桔或者是金桔饼有辅助作用的 再准备半小课的银耳 放入水中浸泡一会把银耳泡开 银耳具有养阴不虚的功效 体质血液者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银耳 具有不虚损、易经气的作用 银耳还具有润肺护肝的功效 银耳性贫、有比较润肺滋阴的作用 特别是对慢性肢气管炎患者有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还具有护肝的效果 可以提高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银耳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蛋白质经过消化吸收后形成氨基酸 而氨基酸恰好是头发脚蛋白所必须的物质 因此吃银耳可以起到防脱发的作用 而且银耳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银耳有养颜护肤的功效 因为银耳里含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 成分可以帮助皮肤吸引代谢 让皮肤更加的滋润细腻 红润有光泽很好看的 银耳胶质中含银耳多糖 通过激活免疫细胞 增加免疫因子的表达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对免疫系统进行调节的 另外银耳多糖还能调节糖代谢霉的火性 增加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 有助于降低血糖 银耳多糖均具有还原性挤兑自有机的清除能力 保护超氧化奇化霉火性 再准备几颗红枣加入清水 用手抓捏抓捏把红枣淘洗干净 老话说得好 日食三枣长生不老 红枣有很好的补中益气 养血生精的作用 因此非常适合体弱虚弱的老人和女性朋友们使用 红枣帮助预防癌症现代研究证明 大枣中含有三种神秘的精营养 分别是环磷酸全肝 维生素C 活性成分 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治疗癌症 红枣中的维生素C和环磷酸全肝 能够促进肌肤细胞的代谢 达到美白肌肤去般的美容护肤效果 红枣吃法有两种讲究的 一是不能吃生的 二是不能吃枣皮 生枣能加快肠道的蠕动 不适合肠胃不好的人使用 而枣皮纤维素比较粗 极其难消化 因此平时吃到的时候 最好把红枣蒸熟去皮再去食用 红枣补气安神养血健脾胃 红枣蒸熟后一方面口感会更好 另一方面不会给肠道增加负担 更便于肠胃的消化吸收 红枣虽然有营养 但是也不是随便吃的 如果随便吃红枣的 不但起不到养生的作用 反而可能给身体造成负担的 我们每天每个人最多吃五颗红枣就可以了 很多朋友们把红枣当到零食吃 那样是不对的 一次就会吃很多很多的吃掉一大半 红枣吃多之后会给肠胃增加负担的 引起胀气等问题 专家建议每人每天吃上大枣不超过三颗 小党不超过五颗就可以了 适量 并非有的人群是合适吃枣的 本身脾胃孕化有问题 胀气的人吃枣反而会增加脾胃压力 儿童本身就永远有基石的情况 不消化的问题 小朋友也不适合单独吃大枣 另外呢儿童吃完早药后要刷牙的 横枣洗干净切成小块 再把枣糊去除不要 香里准备一颗 加入清水搓洗搓洗 把梨清洗干净 多洗几遍 洗干净吃得更放心 再把香里切开 中间的果糊去除不要 果糊是不可以食用的 不光是梨的果糊不可以食用 苹果的果糊也是不可以食用的 果糊是热性的 香里尽量切得小一点 小一点更能激发出香味还有作用 10分钟过去了 银耳泡发好了 再用手把银耳拌成小朵 拌得越小越好 小得更容易出胶 泡发银耳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点白糖泡发 那样会更加的快速 银耳是非常好的自补佳品 平时的时候无论是炖汤熬汤 炖排骨肉类的都可以放一些银耳 口感也好吃也有营养的 其实我们可以多吃点银耳 准备一个炖盅 把做好的所有食材倒入炖盅里面 金桔 红枣 香梨 银耳 用这种隔水炖的炖盅呢 是营养不会流失 水分也不会流失的 加入清水没过所有的食材 盖上盖子 隔水炖上40分钟 银耳炖的比较慢 所以呢我们开最小火慢慢的炖煮 那更容易出胶 煮它的味道会更好喝 焖煮40分钟了 这会儿就已经煮好了 煮出了香味 银耳煮出了焦 再加入少许的冰糖 调个味就可以了 也可以不加入的 成肉碗中我们就可以喝啦 口感酸甜很好喝的 红枣呢是甜味的 金桔呢是酸味的 梨子也是甜味的 综合到一起喝起来的口感 就是酸酸的甜甜的很好喝 就算不加入糖也很好喝的 这个小偏方有非常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 隔三差五的吃上一次呢 肺功能越来越强 并且对肺区域咳嗽呢 消产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软糯又好吃 香甜又可口 加入了很多的食材 营养更加的丰富啦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家人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养生美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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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